志泽五亿元打造仿日剧时代的街景 以及民国五零年代台湾古早味的怀旧主题娱乐商圈 将在六月三十日正式开幕 也成为南投观光文化的新亮点 带您一督为快 穿梭的人群 台湾早期的街景 充满古早味的海报广告刊版 干嘛点都在这里呈现 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 村里唯一一间的干嘛点 那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童玩抽档 是大家小时候的回忆 尤其七八十岁 这老刚来看的人 他们留下感动的眼泪 这所在回忆起七八十年前 他们那时候生活的一个景象 刚好它这个是比较属于 我们三四年代的 至五零年代的那个 整个建村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可以发扬光大 一些历史 现在的人已经遗忘掉 我们以前的一些早期的历史 然后我们的想法就是 把那些历史 陈丰的历史在灰尘中找出来 融合客家 原住民 闽南眷村的建筑 文化 饮食生活等 大时代缩影为构想 希望带给民众 重温当年的时光记忆 开幕初期 预计七十多家厂商进驻 希望老街市集成为南投文化观光的新景点 新唐亚太电视陈翰昌林秋月 台湾南投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先ôt 给我 部门 打扶 ίο 宋 士 棱